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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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教 通教 别教 别教 别人教这三块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分判 那么三丈教 为什么叫小秤教 为什么叫三丈教呢 这者 到底是为什么给小秤一个藏制呢 就是说小秤的经论的特色 他的经历论是个别独立的 他的经讲的道理 他的经讲的道理 跟这个借法的道理 他并没有明显的互相含舍 不像大乘经典 你看大乘的菩萨界里面有很多中道真如的道理 大乘的经典也讲到很多慈戒的概念 但是生文界 生文的教法 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他接力就是接力 教理就是教理 他是区隔的 所以叫做三丈教 叫经历论是各自独立的 那么通教 通教是什么呢 就是法性玻璃 关于一切法 空无我无所 玻璃经的 那么为什么空性的道理 比方说金刚经玻璃心经 制的大致给他一个通字呢 这个通叫通前通后 因为所有的初世间的法门 都必修的空性 只是说 当你在送植金刚经的时候 你要留两种可能 第一个 如果你是顿庚人 你在空性当中没有产生妙用 那你就入了前面的丈教去 就偏空了 如果你在关于一切法 空的时候 你能够配合嫩元经产生妙用 那么你就入后面的别言 这个通 通前通后 通前丈教 通后别言 它有两种可能 第二个 别教 别教就是讲到法相为事 这个别就是差别意 维世显的特色 他案例的所谓的种子的概念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你看到了岩教 他不案例种子的 他认为真如是全体不变全体所言 真如是不可切割的 但是在维世的思想认为 一切法是可以切割的 每一个东西都有个种子 你做了一个深口液的造作 这里才成一个种子了 你又另外又去做一个种子了 你做了两次 这个种子就扩大了 做了三次又扩大了 所以它这个种子的概念 就把每一个东西就明显的七个出来 叫做别 透过这个种子的概念 它的增长广大 跟它的一个调幅消灭 它就建立了无量的差别像 史法界的差别 染境的差别 这叫做别 这叫阿赖也是的概念 这个种子的概念 那么到岩教的时候 它就延容了 到了现前一念新性的概念的时候 它就把种子拿掉了 人生只有两个重点 叫做迷雾 一个人会偏差 在岩教的思想 就是你迷惑了 当然这个迷惑有浅身差别 因为你迷惑的浅身 所以你造的业 就会有轻重的差别 所以到了岩教的思想 只问迷雾 它就不问业力了 也纯岩教 当然这个岩教也要跟前面的融通 但从岩教本身来说 它就很在乎你的迷雾的概念 唤醒真如本性的觉悟就变成重点 那么这个叫做发法思教 就好像世间的要味 东从下早黄旗人参 整个重要的才 所以藏通别言 释德大师都给他一个字来代表 藏通别言 那么 智德大师在讲教官纲中的时候 他也给藏通别言 也每一个法也给他一个字代表 他的主修重点 他说藏教的法 整个阿含经的思想 就修一个字 修苦地 就是 你打开阿含经 四部阿含经 从头到尾就告诉你一个观念 生命是痛苦的 他就主修四年处 官身不禁 官兽事故 官信物长 官法无我 所以你这四个观察以后 他认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整个藏教的核心思想 他是从痛苦来做出发 就算他官用无常成就空性 他那个空性也是带有痛苦 带有处理的空性 他离开朔博世界 不是因为朔博世界是无所得 而是朔博世界是痛苦的 他的整个启发点 是他的严动力 是对人生的痛苦的体验深刻 而带动他所有的法门 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核心思想 所以藏教更新的人 对痛苦特别敏感 而且他体验特别深刻 诸位 阿罗汉为什么不敢从念反出来 你说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吗 不是 阿罗汉的功德 神通等同八地菩萨阿罗汉 他哪是他不能出来 他是不敢出来 因为他产生法质 他是我光法友 他以前用痛苦的思维 让他离开了三界 这是好事 但是他这种痛苦的概念 在他的心中 这个痕迹闹得太深了 当他离开三界以后 他开始要成佛的时候 这种过去本来是法宝的 现在变成毒药 变成藏道 他不敢从风出家 所以这个藏教的法 如果你一辈子只看阿罕金 你的后果就是 你会很快离开三界 但是你后半段都很难走下去 因为你看到人世的因缘 一看到就觉得 观三界如劳矣 是生死如冤家 但其之都不愿度人 畏惧禅界的果报 但是你成佛的资粮 你必须要来到人世间历练 所以你后半段就很难走下去 所以智德大师以一个苦地 这个苦字来形容藏教 那么通教是怎么回事呢 智德大师也给他一个字 叫做吉 苦记变成吉 所以这个通教人 玻雷法门 他大谈空信 他的目的就是调伏烦恼 通信的人根基更利了 他离开三界不是因为痛苦 他根本不把痛苦当一回事 他认为痛苦是一瞬间 他是讨厌这个烦恼的障碍 干扰 那么所有的烦恼 为什么会烦恼呢 就是潘延新 不是风动不是翻动 所以一个人潘延新越重人烦恼越重 因为你有所潘延新一动 你一旦向外 人生只有两种 不是你喜欢就是不喜欢 那就是喜欢就变成贪爱 不喜欢就变成撑毁 这两种烦恼都有了 所以空信的人 他就是必须要让人世间的对立 降到最低 人生没有好坏 如梦如幻 所以空信 整个玻璃的思想 这个法门他的要来是干什么 对之极地的 再看别教 别教的法门的重点 只有一个字叫做道 他是让你修道的 修六波罗密用的 为什么威士学安利 这个阿拉也是 他就是菩萨道 你要唱违章既既知了 修六度 那么你像布施 有布施的种子 未来的果报是富贵 你持戒有持戒的种子 未来的果报是庄严 是中贵 忍入是庄严 所以他的每一个种子 每一个种子 都有他的差别的相貌 所以你要激发你修六度法门 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你就必须研究为识 因为他这个法门的特点 正是 偏中在道法的修学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你一定要学威士学 因为他把每一个法门 说得清清楚楚 不识要怎么修 不识就应该怎么修 那么严教的一个字 就是灭词 严教的思想 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他是从佛陀的大波涅盘 开始修起 就是你必须把生命归零 你的心必须要调整 跟佛陀的心是一个心 你才有资格谈心 所以严教的修行只有一个概念 想办法把你这种没有自信 胸量狭小的心 把它调整到佛陀的心 就是跟佛陀大波涅盘是一个心形 这样子对你前面的所有的藏通别的修法 有极大的加分 所以智德大师以苦极灭道 他来分叛 这个藏通别识教的 他的修行特色 也就是说 当你想要燕尼说博世界 你就要多修藏教的法 当你想要面对烦恼 你要多读金刚经 嫩人经 这种空性的道理 当你想要修习法门 你提不起精神 你也多看为时的思想 他会激励你 每一个法门有无量的功德 当你想要安住 我要安住跟十方诸佛同一个体系 你就必须学原教的思想 我们再看他的法仪式教 那么佛陀在讲这个 藏通别识教的时候 他采取的说法的方法 是有四种差别 第一个顿 顿就是唱佛本怀直说大法 这个人善根强 过去生善根强 虽然有烦恼 但是善根强 所以佛陀就不管挥握 不管挥握枭 正直者方便 但说无伤道 直接开选 迎练信心 跟十方诸佛同体 让他知道说 其实过去的烦恼跟追悦 都是虚妄的 他就可以直下承担了 那么有一种人的善根不够 佛陀必须要见 必须有浅至身 斥定的悬说 佛陀本来想说A 如果你问佛陀的本意 他想说A 但是佛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改变主意了 他觉得说A对他刺激太大 他不但得不到效果 在法华心上说 心生进步 这非法产生进步 所以佛陀就把A隐藏起来 先说B 比方说 这个人根本是人天总性的 他对离开的版面什么群体 他把人之间看得很重要 他觉得家庭 幸福很重要 儿子孝顺 他也好好的把自己的责任做好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天总性 佛陀不会跟他讲空性的道理 佛陀告诉他说 你不错 你好好修五切十散 来生成就人天的快乐 佛陀必须怎么样 先讲建教法 佛陀必须给他一些成长过程 就是未始始卷 就是四地的先说 第三个秘密 秘密就是同听一文 各不相识 同听 大家都听佛陀说法 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都不一样 有些人听到 我刚刚两个小时听佛陀说都在讲小圣法 有些人说不对 佛陀全部讲大圣法 佛陀四身秘密 佛陀以音音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皆为四尊同其以 是者神力不共法 这个秘密 只有佛陀有办法 其他的菩萨都没有办法 就是 佛陀 对A 对一百多人说法的时候 对某些人 失色了一个 将法华金 有些人呢 佛陀把他做一个七格 把他们包起来 听不到法华金 结果他们听到是阿安经 就是佛陀失色秘密 秘密法 各听各的 各不相知 所以秘密 另外一对叫显露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不定 不定呢 就是 彼此相知 受益不同 佛陀在讲经典的时候 每一个人听到是 同样一个经典 同样一句话 但是各自解读不同 比方说 佛陀说 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使空 这十个字 大家听到都同样一个字了 但是有些人说 佛陀讲这个空的意思啊 那是空掉外境 所以他就断灭了 既然一切法空 他人生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当他空性的时候 他产生一种灭射 一种断灭空间的时候 他就入二称的涅槃 那么大圣佛陀听到 因言所生法 佛陀说 不对 佛陀不是这个意思啊 佛陀说讲一切法空啊 空掉你的妄想执着啊 这外境没有错 这依他起信没有错啊 你破了是骗气质啊 所以他的理解呢 这个空性啊 只是空掉你生命的 不好的这块 保留 这个因言的这块 所以呢 这个不定法就是说 这句话讲出去 各自解读 这个叫做不定 活了在经典里面 经常会有讲这种不定的东西 尤其是对空性的理解 那更是不定 三种解读方法都有 这个就是化仪式教 就好像世间的药方 就是把前面的药味啊 东重下早人生啊 你重新排列组合 放一点顿教 放一点秘密 放一点不定下去呢 就成了一个经典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佛陀说法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有些人 他从小到到跟佛陀一辈子 他只听到佛陀在讲阿罕经 后面会说到 永远听到阿罕经 所以他说大圣非佛说 他也是有道理啊 因为他佛陀对他施设什么 秘密教了 为了保护他的善感 因为他这个人听到大圣法 会产生进步的 所以他只要在场 佛陀如果讲大圣经典的时候 但是他已经来了 那也没办法 佛陀就用秘密法 把他区格起来 就是让他听不到 结果这个话 转到他的耳朵的时候 本来是讲金刚经的 讲楞严经的 就转成阿罕经了 这个就是秘密 所以你从这个顿见秘密不定 你就知道佛陀在讲经的时候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佛陀灭度了 那么我们现在结集成一个经典 你就不知道佛陀讲经当时的情况 但是你知道这四个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一部经典 还原到过去佛陀说法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听众 那么佛陀说法的时候 就充满的顿见秘密不定 四种情况在里面 那么他的内涵就是 葬通别人使教 好 这个是整个佛陀一代使教 这种化法使教跟化音使教的相貌 我们再看他的官法 当之顿等所用 总不出帐等世卫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顿等就顿见秘密不定 他的使用的用途 是没有离开帐通别人使教 他的意思就是说 化疑是没有字体的 画以无体 全然这个画法为体 就是说 其实顿见秘密不定 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体性 他就是就着帐通别人使教 在表达的过程 是直接的 是见尖的 是秘密的 是不定的 而安理的 所以叫做帐等所用 总不出帐等世卫 接着我们看帐通别人使教的官法 帐教跟通教都是修空观 帐教是喜空 通教是体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是空观 帐教是赤地的 通教是严顿的 就是说 佛陀在世受空性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善根很深厚 佛陀就直接讲空性了 因言所生 我说即使空 但是有些人 他没办法接受 他的情质太重 佛陀在讲空性的时候 他必须要绕弯 他要先绕到无常那个地方到里去 佛陀就不直接讲空性 直接讲无常 他说人世间是不安稳的 所以不安稳怎么会是呢 就是痛苦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所有的痛苦 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安全感 无常故苦 没有安全感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没办法主宰人生 如果你可以主宰人生 你会让自己没有安全感吗 你当然是有自在力嘛 所以你说不自戒 你虽然有福报 但是没有自在力 所以无我固空 所以佛陀是绕了三个圈 从无常苦无我 再绕到空性里面来 因为他必须经过这个构成 缺一不可 但是有些人 他不必经过绕弯子 佛陀就直接讲 因言所生法我做即时空 他当下就相应 当下就放下 这个就是藏东两教 同样修空性 有顿见的差别 这是第一种 那么别言两教 都是修一心三观 都是忠道十相观 但是也是有顿见不懂 别教是次第的 他必须要先修空观 先修放下 然后再慢慢的烦恼轻薄了 他才能够去重新提起 然后再能够空有的平衡 他必须把空甲中分成三个阶段 但是有些人他可以直接的告诉他 一心三观 你放下的当下 就可以重新的提起来 断恶跟修缮是不冲突的 当你放下的烦恼 你从此可以积极知良 从空出甲 他有些人就可以同时空脚中三观 同时操作 这个就一心三观 所以他这个两个就是说 葬中鸟教主修空观 别言鸟教主修中道的十相观 只是顿见而有所差别 这个拔教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读大学 有四年级 四年级各有各的课程 一年级的课程 二年级的课程 三年级 四年级课程 这个课程的确有浅到深 那么一年级就像藏教 二年级通教 别教 严教 那么佛陀在讲这个一年级课程的时候 他呢 因为一年级学生很多嘛 是吧 那么佛陀怎么样呢 他必须在一年级的教授老师 在讲课的时候 有些东西 直接老师直接讲顿 有时候佛陀必须要施舍 方便 见 有些人连苦地都没有办法接受 你跟他讲 瘦伯世界的痛苦 他马上排斥了 因为他对瘦伯世界的贪爱太深了 佛陀说那没关系 你贪爱果报 那你至少先就五届时尚 保住人生吧 佛陀必须在藏教里面 又试色方便 所以 在每一个年级 在表达他该年级的内涵的时候 又试色的顿见秘密不定 的表达方式 所以你这样子观想一下 你就知道佛陀是怎么说法 你就可以还原 作为伟大的佛陀 他面对这么多群众 他是怎么宣扬佛法的 因为来自四面八方 每一个人根性不同 他先把教法七个出来 藏通别人试教 然后这个四个教法 在灌输给众生的时候 他用了顿见秘密不定 四种原则 这四种要在失色的时候 再慢慢的灌输给众生 就构成了佛陀的八种教法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